上一期给大家看的疑似35屏的户型 如果大家觉得有点小 那这一期的话呢 再给大家看一下两次68屏的户型 走 专门设计了一个单独的储物间 做成了洗衣房 在曼谷的这样的公寓是很少见的 玻璃川隔开的厨房 虽然我觉得有一点点小 但是住这样的公寓 经常也不会去做饭吧 煮卧的卫生间还专门配了一个泡澡池 在这里泡澡看着城景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把这个项目的周边国际学校 上图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项目我觉得 很适合陪读的家庭选择 好了 这就是今天阿辉带大家看68屏的公寓 如果喜欢的话评论区交流一下